马阿姨今天看到了一篇生姜致癌的文章之后,慌里慌张地把家里的姜都扔了,姜是大家平时用的最多的调味品之一,在中医里边,姜甚至还是一味好用的中药,她真的会致癌吗? 家里来不得用完的姜,能有什么妙用?这个视频将一一告诉你答案,一,姜吃多了会致癌,实验告诉你真相,姜当中究竟有没有慌张素? 北京农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吴昆明,曾进行过一项实验,吴教授分别取了同等重量的好姜和烂姜,放入不同的锥形瓶中,后加入等量的乙醇溶液,黄张素可溶于乙醇溶液,经过一天的浸泡后将两种溶液倒出,发现溶液的颜色出现了明显的区别。 其中,浸泡好姜的溶液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烂姜的浸泡溶液呈现出明显黄色。 这是因为烂姜内存在更多的黄张素所致,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智卫病科主任医师倪正指出,目前国内没有任何研究或报道表明吃姜可致癌,正常食用新鲜生姜,并不会给健康带来威胁。 日常应避免食用烂姜,长期省吃节用食用烂姜,有可能会增加患癌风险。 除了生姜会致癌以外,它身上还有不少传言,如碗吃姜,赛P霜,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二,同样是谣言的还有,碗吃姜,赛P霜。 碗吃姜,赛P霜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之所以有这个传言,很可能是因为生姜内含有姜辣素,无论早上吃还是晚上吃,其实都不影响姜的营养吸收。 不过该物质可对心脏和血管带来一定刺激,导致心跳加速,血管扩张,在睡前吃太多生姜,可能会导致精神亢奋,影响正常睡眠,但是却并非有毒。 生姜的作用非常多,学会一些生姜的用法,能做出更好的美食,给身体带来诸多好处,到了寒冷的冬季,会给家人做点生姜红枣鸡蛋水,或者姜丝可乐,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 而平时,我们每天刷牙都会用到牙膏,牙膏本身也有磨砂的质感,并且也有清洁的效果,这也是我们每天必须用到的。 其实把牙膏和生姜混合在一起,真是太厉害了,这样的用法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在揭晓它们的神奇功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怎么把它们混合,生姜和牙膏混合的方法。 首先我们把生姜清洗干净,切成生姜片,切得越薄越好,这样就更有利于生姜的散发。 很多人可能都还不知道,生姜除了用来做配料之外,其实它还有这个非常实用的日常用途,即使生姜里面出现一些腐烂的情况,也不要丢掉。 同样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把它利用起来,生姜片切好了之后,我们把它放到搅拌机里面,在里面倒入一些清水,清水的用量差不多100毫升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在里面挤上一些牙膏,牙膏的用量大概几个十几厘米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在搅碎生姜片的同时,还可以让牙膏充分地溶解出来。 现在我们把里面的生姜片搅碎成生姜泥,尽量打得细一些,打得越细腻,里面的成分就越容易稀释出来。 生姜片搅碎了之后,我们在里面倒入一些清水,然后搅拌一下。 浸泡个十分钟左右,十分钟过后,我们拿个筛网过来,过滤掉里面的一些细小的生姜颗粒,把牙膏生姜水倒入喷壶里面。 这样一壶自制的清洁剂的制作完成了。 平时灶台上面都会积累上一些厚重的油污。 有些朋友在去除油污的时候,会用上一些去油污的产品,这些去污产品里面多多少少, 也会添加一些化学的成分,在每次清理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刺鼻的气味,不但闻起来的气味有些刺鼻。 而且在我们清洗的过程当中,这些化学成分还容易伤到手。 即使能把灶台清洗干净,上面也会有一些去污际的残留。 现在我们就可以用这款自制的清洁溶液来去除油污了。 我们把溶液喷洒在灶台的表面,喷好之后静置个十分钟左右, 这样就可以使生姜牙膏里面的成分能够把灶台上面的油垢给溶解出来。 同时,我们在油烟机的上面,也喷洒上一些自制的溶液。 心仪家里的这台油烟机,现在看起来表面有很多厚重的油垢, 现在我们喷洒好了之后,同样静置个十分钟左右。 一会来看看清洁的效果,这么样。 十分钟过后,我们拿一块摆结布过来, 利用摆结布粗糙的一面来清理油垢,随便擦拭几下, 上面的一些油污就被擦拭下来了。 如果上面的一些油污油垢比较重, 那么我们就多擦拭几下。 这样简单擦拭过后,灶台表面立马就焕然一新了, 是不是非常的省事? 方法既简单又实用。 接着我们来清洁油烟机上面的油垢,擦一擦立干渐影, 油污立马就被清洁干净了。 用这个自制的芽膏生姜水来去除油污, 不但气味比较芳香。 即使我们不戴手套来擦拭, 也不会因为有化学成分而伤到我们的手。 以后厨房里面清理油污的时候, 不妨就用这个方法来试试吧。 非常的实用,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再调制好的芽膏生姜水里面倒入适量的白醋。 白醋可以很好地去除脸上的死皮, 更能清洁毛孔污垢, 接着容器中倒入一点温开水稀释一下, 把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就可以直接把溶液拍打在脸上长色斑的地方了。 每天坚持使用两次, 坚持一段时间, 我们会发现脸上的色斑就会彻底消失了, 还会让皮肤变得更加的白嫩细腻。 这是因为牙膏能很好的清洁脸部, 生姜里面的辣姜素能够中和色斑, 最终达到去除色斑的效果。 虽说吃生姜不用挑时间, 但是很多人还是对生姜有诸多疑虑, 生姜真的有这么好吗? 现在跟随心仪一起来了解这个问题。 一、生姜茶喝暖身, 生姜可以用来泡水喝, 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 天气寒冷, 这时候喝一杯生姜水, 具有很好的暖身作用。 生姜本身属于温性的食物, 可以应对各种寒性的症状, 比如胃寒, 体寒等等, 尤其是女性本身寒气较重, 多用生姜泡水喝, 或者搭配红糖泡水, 能够补气血, 养身体, 长期坚持, 能给自己带来明显的益处。 二、生姜水泡脚, 驱寒, 泡脚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 并且受到很多人的认可。 手脚冰凉血液循环差的人, 非常适合用生姜来泡脚, 因为生姜成分, 可以促进脚部的血液循环, 帮助身体驱寒。 在泡脚的时候, 很多人会感觉身体非常的温热, 而且身上的皮肤毛孔也打开了, 身上的寒气也会随之向外排出, 每天晚上睡觉前, 用生姜来泡脚, 身体暖和还能改善睡眠质量, 同时还可以帮助消灭脚上的细菌。 三、 洗发水放生姜促进生发。 很多人经常出现脱发的现象, 脱发原因复杂, 但是大部分都是, 与头皮的营养供应不良有关。 尤其是在冬季脱发的人, 多是因为头部的保暖不够, 血液出现了凝质, 所以营养无法充分地供给头发。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 头发自然就会脱落, 出现明显的脱发现象, 生姜的温性也能作用于人的头皮, 它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 增强营养的供应。 如何用生姜水洗头? 一种是将生姜切片, 然后用来包水, 用包好的生姜水进行洗头, 或是将生姜榨汁, 将榨好的汁加进洗头水中, 生姜水洗头, 要在头发清洗过一遍之后使用, 这样才有利于头皮的吸收。 同时使用一定要有足够长的时间, 对头皮进行浸泡, 可以加以头皮的按摩, 帮助头皮的吸收, 或者还可以直接用生姜片来摩擦头皮, 也可以发挥生姜的功效, 以改善发质和帮助生发, 生姜性温使用生姜水洗头的时候, 可以刺激头部的血液循环, 从而改善发质, 或者是促进头发的生长。 现在很多人都面临着发质不好, 或是头发稀少等问题, 可以尝试使用生姜水洗头进行改善。 二、减少头皮多余油脂, 生姜水可以帮助清理头皮上的堆积的油脂和垃圾, 使得头皮和头发可以更为清爽, 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 三、减少脱发和头屑, 脱发是由于发根营养接受不良所引起的, 生姜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可以促进营养物质的有效吸收, 就可以减少脱发, 同时还可以减少头屑。 除此市面上, 还会有一些关于生姜的洗发水, 具体的效果, 也会因洗发水的不同而不同。 但一般来说, 生姜洗发水的效果, 应该没有直接用生姜水明显, 同时, 生姜水洗头对头发的改善、效果, 也是因人而异的。 四、用生姜水泡手, 到了冬天的时候, 很多人的手因为受寒, 所以肿成馒头一样, 也就是俗说的冻疮, 冻疮出现以后, 手会感觉很痒, 如果不经意地经常抠, 会直接把皮肤抠烂, 导致皮肤化浓和发炎。 在发现自己的手受寒很痒的情况时, 及时地把手放在生姜水中泡一泡, 可以加快手部的血液循环和热量、 供应, 避免冻疮的出现。 五、改善口腔溃疡症状。 口腔溃疡是比较常见的小毛病。 一般情况下, 跟饮食辛辣, 或者缺乏某种营养元素有关系。 如果想改善, 则需从饮食入手, 多吃新鲜的蔬果, 便能加速窗口的愈合。 当然, 为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家还应该尝试其他的方法, 例如将生姜洗干净之后, 切片放在水里煮几分钟, 然后再用生姜水漱口, 每天二至三次, 这样便能够促进溃疡面愈合。 主要原因在于生姜煮水之后, 存在较多的杀菌和活血分子, 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 而口腔溃疡问题的发生, 一般和血液循环数组, 或者病菌感染有关系。 所以用生姜水便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六, 治疗偏头痛。 偏头痛也是常见的疾病之一, 虽然服用止痛药物, 能够达到很不错的缓解效果, 但毕竟有句俗话说是要三分毒。 所以若是症状较为轻微, 建议大家把手放在温热的生姜水中, 因为生姜具有暖身的效果, 把手放在生姜水, 那便能够加速血液流通。 由此一来, 头部的血液循环也能更为顺畅。 李丹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 他非常喜欢吃姜, 每顿饭都要吃上一小块姜, 可是他也总是喜欢吃带皮的生姜, 认为生姜的皮也很有营养。 于是, 每次吃生姜时, 李丹总是将生姜切成小块, 然后炒熟直接吃下去, 包括姜皮也一同吃下去。 然而, 不久后, 李丹开始感到肚子不舒服, 经常出现胃胀气和腹泻等不是症状,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问题, 于是就去看了医生, 医生检查后告诉李丹, 他的肠胃功能出现了问题, 很可能是因为他长期使用。 带皮的生姜导致的, 生姜皮是否需要去除, 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以下是生姜皮的一些营养价值, 和去皮的原因, 以及去皮或不去皮的建议。 首先, 生姜皮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木质素, 维生素C和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 对身体有益处, 纤维素和木质素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预防便秘和肠道, 癌症, 维生素C和抗氧化物可以提高免疫力, 预防感冒和癌症。 然而, 生姜皮也有一些不利因素, 生姜皮含有大量的姜辣素和姜油, 这些物质, 可能会引起肠胃刺激和不适症状, 如胃灼热, 胃痛, 腹泻等, 特别是对于那些肠胃敏感的人群, 食用生姜皮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不适, 因此,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建议去除生姜皮, 生姜皮的营养价值相对较低, 而去除生姜皮,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肠胃刺激和不适症状, 在去皮时, 最好使用刀子将外层皮削去, 以保留更多的有营养的部分。 但是, 如果您非常喜欢吃生姜皮, 也可以选择不去皮的方式, 在食用生姜皮时, 最好将其切成薄片或丝, 这样可以使其更易于消化。 在食用生姜皮之前, 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 如果有消化不良, 或者对生姜皮过敏的人, 应该尽量避免食用, 对于普通人而言。 如果想食用生姜皮, 应该注意控制食用量, 避免过量食用,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建议将生姜皮切成薄片或丝, 这样可以使其更易于消化。 此外, 在食用生姜皮之前, 最好先用清水将其洗净, 以去除表面的污垢和杂质, 同时避免残留的农药和化学物质的危害。 三、食用生姜也有禁忌, 生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 以越来越多的面向与身份出现, 但有一部分人, 却不适宜与生姜有过多的接触。 一、 内热者不宜吃生姜, 内热的表现有肺热造壳, 胃热呕吐, 口臭, 痔疮出血, 痛疮溃烂等, 若出现以上症状, 则不宜食用生姜, 且应多用性味含凉的食物, 药物调理身体。 一般情况下, 肝炎病人是即吃姜的, 因为常吃将会引起肝火旺。 肝炎患者可以同时选择一些, 疏肝里气的食物, 比如用山楂、菊花泡茶喝, 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 抵消生姜引起的燥热, 而不伤身体。 二、 泌尿系统炎症患者慎用生姜, 生姜中的姜辣素等成分, 可刺激膀胱等泌尿系统粘膜, 多时可加重泌尿系统感染的炎性反应。 另外, 因将性味心温而疏散走表, 故功能性子宫出血, 面部充血。 高血压病患者即多食鲜疆, 北京友谊医院, 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李扬帆表示, 在天气寒冷的冬季, 使用这三种方式吃姜, 可起到不错的养生效果。 一、 姜红茶, 姜红茶具有一定调理肠胃的功效, 制作方式主要有两种, 取适量红茶和生姜加入沸水中冲泡, 加盖焖上几分钟即可饮用, 也可以姜生姜榨之后加入红茶内。 二、 生姜熬粥, 生姜熬粥特别适用于脾胃虚寒, 大便唐稀的人群, 在粥煮至快熟时, 加入适量姜片一起煮到米熟即可。 三、 当归生姜羊肉汤, 当归生姜羊肉汤出自金贵要略, 取当归、 生姜、 羊肉共同炖煮, 该药膳具有很好的补血, 养血温阳功效, 特别适用于冬季进步。 关于生姜这个食物, 在日常可以放心食用, 前提是不要过量或是食用滥姜, 切不可听信谣言, 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影响。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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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